增加蛋糕 釀金式 耳朵 來!我們先拿蟲子杯 然後倒差不多一半的漂白水 一般的話我們是用廚房紙巾 因為它的潤性比較好 那我們今天因為剛好沒有廚房紙巾 所以我用那個濕紙巾來替代 那我就把它泡進去 好,都泡到了,然後你就把它拉起來 然後鋪到你覺得你那邊最髒的地方 鋪夠最髒的地方 好 差不多這樣 好 我們就 就讓它靜置大概要兩個鐘頭以上吧 看你家裡的那個髒的情形 那我們一樣用剛剛用剩的清潔劑 就是我們再加一點漂白水 我們拿這個菜瓜布 把它沾一點清潔劑 然後我們就給它刷 就直接可以刷 那貼的部分就不要理它 我們一般的話 如果說家裡不是那麼髒的話 是不用加漂白水 但是如果說你的 家裡如果說那個沉澱物夠比較多的話 或者說油夠比較多的話 加一點漂白水是 是比較好清理的 我自己也曾經用過 就是家裡也曾經用過那個小蘇打 但是小蘇打 你要用之前也是要用熱水泡開 它那個效果才會出來 還有加那個牙膏 一起的話效果也不錯 我們就全部先用菜瓜布 先給它刷一遍 等一下再用抹布來擦 像它這個牆上 也是有很多這種 用一點一點的 那我們就試看看 這個水槽部分 一般家裡很多都會忽略 常常只是洗上面 這底下一般很少人會拿出來洗 所以會非常的 底下都會非常的髒 那 所以我剛剛這邊也有用一點漂白水 給它稍微浸泡過 所以現在刷起來就 好刷這麼多了 現在檯面上差不多了 我可以開水 然後這旁邊先用抹布給它擦一擦 然後這旁邊先用抹布給它擦一擦 已經兩個小時了 我們現在來 看一看 處理看看 好像有喔 上面有黑黑的喔 有起來喔 接下來我們再使用我們的菜瓜布 給它稍微刷一下 看看效果 比剛剛乾淨多了耶 剛剛是黑的耶 欸 效果不錯 欸 效果不錯 欸 接下來我們拿抹布把它擦 先用乾的壓擦一次吧 不錯 效果不錯 剛剛那種 有那個 有一個發霉的 黑的 都已經起來了 發霉的 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